大學生了沒 來 我們吃大學 大學生了什麼 沒在默默吃虧啦 什麼都吃 大家盡量都不要吃虧啦 對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就是法律課程了 就是比如說這個案件是 之前在城大附近的啦 反正就是有一個滷味攤 跟綠豆攤攤的老闆兩個不高興了 結果其中之一就請了兩名大學生 上網去說你幫我罵那個 說他東西不好吃啦 髒啦什麼的 就傻傻這兩個大學生說好啊好啊 感覺應該有免費的東西可以吃 然後就傻傻去做了 結果呢 這件事情呢 已經被台南地檢署 一散不文字誹謗罪嫌起訴 這兩名大學生 對啊 吃悶虧了 其實真的有時候要據理力爭啦 不能這個任意的姑息養奸啊 我們要請問大家啦 請問大學生 你是遇到事情常自認倒楣 吃門虧的人嗎 大爺 暗圈女人 大爺 沒有 我大俗辣 沒有 我真的很俗辣 他每次有什麼問題 都是推我或小白 除以說你去幫我炒 我真的很 沒有 就在外面 我真的不敢跟別人吵架 就類似可能只是 可能我點一個炒麵好了 但是他來湯麵 我連這個都不敢去炒 那妳在我們住門上 我不會說沒關係 那個老闆很辛苦 我就自己吃湯麵 但天氣熱了跟什麼鬼一樣 我還是吃湯麵 默默把湯倒掉就去乾麵了 但最大的事情可能是那個開車 然後如果就是旁邊的車如果開 就是要跟我比賽的話 我也是很俗辣的那種就是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那種 很危險的駕駛 就是他們可能會開你的車 離你的車很近 然後你一定要閃到旁邊去的那種 然後我也是打俗辣就開很慢 就是高速運用就開60 大家先開很遠 我才敢加速 高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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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速上面開60的話 應該是算違法 對 太慢了吧 先讓他開很遠之後 我才敢加速 大爺是俗辣 瓢蟲不是喔 不可以 就是我一定是距離力爭 就是吵到底 而且就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覺得其實現在消費者意識抬頭 就我們身為消費者 其實我們可以去主張 我們自己的權利 然後像消機會其實有規定是 就是不能收服務費的耶 可是大家都無事於 然後這個規定這樣 然後服務生每次都很囂張 然後我是那種就是 你只要對我囂張 我會比你更囂張的那種 厲害耶 嫂嫂姐 我問一下啊 像比如說我們去那種百貨公司 買那種什麼日本零食點心嘛 你又不能試吃一包一包的 就回家一打開 全部都軟掉了 然後我拿回去的時候 他就說那我幫你換一包 是這樣嗎 就是可以拿去換 因為畢竟那是你自己就是買的 然後他的商品沒有符合他原本 你不用再有其他的賠償嗎 就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說你是要 就是比較便宜的賣給你 或是直接換貨 可以選 然後或是你從頭撤銷這個行為 就說你不要 你退我錢 對 他們都沒有提供這些選擇耶 就直接給你 對啊 他們就直接就給你 單一選擇 但是你其實就是有自己 選擇的權利 像我在我家對面的洗車場洗車 就是別人去那邊洗車 在打蠟絲八百 我就是一千人 大家都說 你車上面有很多要親的 大家都有給小費的習慣 沒有… 我有懷疑我說 為什麼你訂價上面寫八百 為什麼我是一千 他說沒有 你這個辣跟人家的不一樣 超級辣 你一千 他一千二 因為他後車廂很大 那麻煩耶 比較耐露 你說要清理一下啦 是… 那可以體會好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呢 其實我們這些大學生 常常碰到一些吃悶虧的狀況 今天請來兩位幫忙他們啦 首先第五是我們律師 朱芳君律師 歡迎大家 大家好 請注意一下這個我們同學 最容易這個 因為社會經驗不足嘛 吃到什麼樣的門窺呢 以我們基金會輔助 很多弱勢朋友的經驗 青少年或者是年輕人 常常碰到就是打工 勞資糾紛 還有就是車禍 還有租房子跟網路上 可能因為誹謗啊 公然侮辱等等 所發生的法律問題 那你剛剛說你們基金會 你們基金會是… 我們是法律輔助基金會 也是一個司法院捐助的 等於是國家 來協助我們一些弱勢的朋友 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 所以同學可以直接找你們基金會 去做一些諮詢嗎是這樣 是的 沒錯 我剛剛已經在跟朱律師談合作了啦 是嗎 就是姐妹她以後也要有這個法務部門 然後就是 因為我自己又出不起錢 所以我要跟他們合作 然後就是所有弱勢啊 或者是真的平戶啊 她沒有辦法去出這個錢的話 其實財端法人 法律輔助基金會可以幫助大家 也可以做免費的 法律知識的諮詢問答 那我可以掌管你們的人事部嗎 人事部啦 對…妳說 妳是想要收錢是不是 沒有 最近我們有一個新的員工 請妳好好管她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又來 是我們的藝人薇佩 歡迎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宜佩 我是宜佩 宜佩 宜佩 妳的個性 也是會默默吃悶虧的人嗎 畢業之後 因為社會經驗比較多 然後又隨著年齡的增長 那個臉皮也越來越厚 所以現在就連巷口 去巷口買個乾麵 就是去麵攤 老闆給我少兩顆貢丸 我都會跟她要 就是為什麼 老闆為什麼她有四顆貢丸 我只有兩顆貢丸 老闆說沒關係 我們貢丸剛好賣完 那妳要再補我三顆餛飩啊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兩顆貢丸等於三顆餛飩 沒有 她有四顆貢丸 我只有兩顆 對啊 對啊 所以現在是絕對不吃虧 會距離力爭 還是妳會最後管 她的關頭亮出說我是記者 賢死妳 會不會 不會 我覺得不會 我不會用那個公權力或惡事力 就是去壓他們 可是我如果是去餐廳吃到 很難吃的東西 我一定會把經理叫來 罵一頓 一定會 而且我絕對不會付他們小費 就是服務費我絕對不會付 所以服務費是可以不用付的喔 假如妳覺得服務很差的話 那個實差 請問一下律師 真的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是 其實服務費是在消費的 算是契約的約定裡面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可能還是要付啦 但是如果說大家在消費上 有什麼爭執 因為這個都是可以協調的 有的時候店家比較有點良心 他發現說他上 譬如說上錯東西 或者是調味真的很有問題 東西沒煮熟等等 他可能就會自己摸摸鼻子的說 那是不是這個東西 我就不給妳算錢 服務費也不要收這樣子 而且他也會明白告知啦 像我們去馬里島 就有時候看覺得很便宜 可是你一定要看下面還有一行字 他們的那個稅是百分之二十一 所有的都是要收這麼高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觀光聖地嘛 那就像夏威夷也是稅特別高是這樣 是 好 那今天我們這個大學生 也要來分享他們在生活上面 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 要好好來請教一下專家 我們分成租屋交通打工跟網路 四個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看租屋 好 請問一下大家在租房子的時候 會特別注重哪一些事情咧 我朋友 就是我朋友他就是前陣子 租了房子之後 然後他就很開心 就新聚落成嘛 結果他就邀請大家去看 結果其中就有一個是可以 有那個頸養眼的 他就跟他說 你這家裡住了一屋子的人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想說怎麼辦 就是他說一家人住在裡面 大概四 五個一家人 然後他就想說完蛋 可是前緣就前一年 那房東就不管你 他說這不算 不算在合約裡面 反正他就先了一面 所以就是一定要租下去 什麼鳥朋友 所以結論是真的 不知道結果就沒事了 好 杜拜寫廁所 就是公公 就是廁所的整潔 有時候你洗澡 可能馬桶壞了 或是浴室的一些設施壞 那你還要請房東來租 就很麻煩 所以如果去看房子 我一定要先注重廁所 廁所這些設施是好的 我才會住 會試拉一下在 就是看超小景下去 現在馬上來看看同學們 有什麼樣的大事件 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的 在這邊 租屋篇呢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房東搞烏龍 一烏兩人集 是立文碰到的情況嗎 就是立文 你碰到事情 因為我之前就是去找房子啊 然後租屋 就有遇到就是 那邊的房子還不錯 然後後來到搬過去的 那一天的時候 就發現竟然也有個女生 也在搬進去 然後我們就疑問之下 就想說奇怪 你怎麼會在 只有妳看得見那個女生 我沒有帶我 然後反正就是 我就搬過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竟然也在整理那個房子 然後我就問他 同一間還是說 分兩間 同一個房間 然後我就發現 他竟然也在 就是在搬進去 然後妳就跟他說謝謝 謝謝謝謝 不用再幫我整理 對 想說奇怪 是上了一任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問他 然後後來他就說 沒想到他竟然也是要搬進去 有一萬之下竟然是房東搞烏龍 就跟我們兩個都簽了同一個合約 可是我們東西都打包好啦 這樣怎麼辦 然後所以我們就請房子 所以你們兩個都不讓 沒有一個人要退 就是我們不可能再搬回去 因為沒有跟對方 就是沒有就是簽之前的房子的約 所以我們就 就整整那個房子 要不然那些東西 衣服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房東就出來協調 然後可是房東就說 他跟他跟對方比較早簽約 然後所以他就說 要好 我要你們兩個就先 在這邊就是兩個人合租 租一個月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住 可是我跟對方就完全不認識 就是尷尬 他們都不會纏粹感情之類的 就對方也是女生啦 對 不是那個意思 變朋友的意思 有 有變朋友 就是後來就是當天晚上 因為就很窮 那有沒有房租減半 有 他就說 我們兩個一起分享那個房租 對 這個 朱莉莉莉莉莉 對啊 這樣的狀況的確是房東的不對 一個契約是不能夠跟兩個人 一個房間租給兩個人 那如果他房租有減半的話 其實一般不願意屈就的話 我建議各位朋友 就是請房東幫你出你搬簽的費用 他有義務出這個錢 因為是他跟你簽了租約 而無法履行 那如果真的比較嚴重一點的狀況 是你一下子也找不到什麼地方住 那找一個便宜的旅館稍微住一下 其實房東也應該要 可以跟他談說 幫你負擔一小部分 那如果房東應該這麼做 而沒這麼做 他就是必須去找朱律師囉 可以找律師幫忙協助 有的時候 人真的是要為自己爭取啦 有的時候你跟他談他不理你 可是你找了個律師來 他好像就比較當做一回事了 或者是我們調節委員會 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管道 那接下來說第二個情況是什麼呢 在這邊 房東飲食型凶宅高調租 這個是大吉山房東 住屋住到這種房子 住屋住到這種房子